他只花400元 騙走洗車廠B&W 高雄這個潘信騙子 連被警察抓了 都還用弟弟的名字繼續騙 就算說得跟真的一樣 還是騙不了警方的 他周一凌晨先偷騎車逛大街 看到新興去一間洗車廠 有台洗好的B&W 320i 剛好經過那個洗車廠前面 看到那個洗車廠 對著叫車 那洗好了 他就態度也是非常聰傲 他套出店員的話 只用400元就騙到車 好 什麼車輛車 最近有沒有 楊稱是車主的老公 騙了那個騎車廠的員工 把鑰匙交給他 他就把這個車騙了 員工跟女車主確認 才是被騙 哎呦 夭壽啊 這要洗整台車才不會去啦 騙子開車到附近美容店消費 就在六合路附近 就找到這輛汽車 駕車的人就在那個 檸檬店裡面 消費 稍微幫他取車 他就看到警察 就把那個鑰匙 在地上要騙到那個 移民庫 剛好就被我們眼前滑下來 來來來來 你比較偏 你比較偏 好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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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用擋啊 你不用擋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不要 我感覺我現在笨手 叫那個車主過來 是不是這把藥車 我感覺你什麼東西 我現在收拾我 有幾顆人來啊 幾顆人來啊 對啊 全暗訊後醫 切到詐欺和偽造文書 最嫌送辦 警方查出騙子 原本是賤傷 但精神出狀況長期不要 被騎腳離棄 動新聞 他哭一把鑰匙要踢到這床 裡面我自己去看就好了 報道